接下來我們來看民國85年年考題 這個題目其實也是考你這個基本的多項式的微分 就是法拉第定律的計算 他說有一個邊長是低的正方形線圈 假設線圈的電阻是 線圈內有一半沒有磁場 另外一半則有均勻 但是隨時間變化的這個磁場 好那簡單就是這個圖 現在正方形線圈 一半放在磁場中 一半沒有怎麼樣 一半沒有磁場 好現在他說 這個磁場跟圈面垂直 方向為穿出紙面 如圖所示 B of t等於ct 其中c是一個正的常數 那要算怎麼樣 線圈中感應電流的大小 第二個線圈所受磁力的方向 第三個線圈在T時刻 所受磁力的量值到底多少 好怎麼做呢 來各位很簡單 那我們回到怎麼樣 回到法拉第定律的基本定義 這個φ叫做ba cos 在這裡是0度 因為圈面跟磁場垂直 現在怎麼樣 現在磁通量最多 所以現在磁場題目說叫ct 各位這按照題目的要求 好磁場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ct 現在這個面積多少 各位 它面積因為有一半在磁場中 所以我們應該算 半個正方形的面積 半個正方形的面積 就是2分之1d平方 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話 這裡變2分之1cd平方乘上t 其中cd其實都是常數 φ叫做2分之1cd平方t 我們講過這個epion就是把它微分 好 現在這是一個常數 我們前面講kt微分就是k 對不對 所以前面這個常數 這個微分就保留2分之1cd平方 如果你說微分在算斜率 因為這是一個過遠點 一個線性的關係 斜率也是前面這個常數 也是2分之1cd平方 可是這一題要算的是電流 電流簡單 電流就用電壓除以電阻 它現在電壓叫2分之1cd平方 好除以電阻 所以它的電流就是2r分之1cd平方 所以第一題我們就可以把怎麼樣 把它的電流把它算出來 所以第一題要算怎麼樣 算感應電流 那其實按照怎麼樣 按照基本的步驟 我們先把怎麼樣 先把φ找出來 那這個epion就是deφ除以dt 那電流叫電壓除以電阻 那我說從前面的靜電 動電電電升磁磁電 這一張算是怎麼樣 這算是電磁學的這個尾聲 所以前面學過的東西 這一張都會怎麼樣 這一張都會用到 好第一小題解決 那第二小題要你算說 那線圈所受磁力的方向 對方向怎麼比 那我前面講過 不能說只會背公式 不會比方向 不行 這一題等要考大家怎麼樣 冷次定律 各位如果現在磁場它是穿出 而且他說磁場叫做ct 磁場叫ct c是正的常數 也就隨著時間的增加 穿出的磁場會越來越多 各位如果穿出的磁力線越來越多怎麼辦 好那我就要纏這個方向的電流 這個方向的磁力線去抵抗它 各位如果穿出的怎麼樣 穿出的磁力線越多 我就纏這個方向的電流 這個方向的磁力線去抵抗它 所以電流是這樣流 電流是這樣流 好可是這一題它不是要考電流 它直接要問你說如果這樣子的電流 在磁場中 它的磁力到底向哪裡 好所以就前面講的 安培這個力的比法 各位現在電流怎麼樣 電流向下磁場穿出 所以磁力向左 這電流往下磁場穿出 所以磁力怎麼樣 磁力向左 所以這個第二題呢 這個方向應該怎麼樣 方向應該是這個向左 好向左 那基本上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種觀點 去判斷說這個怎麼樣 這個磁力向左 好怎麼判斷你知道嗎 各位很簡單 冷視定律的概念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要去抵抗外交變化 對不對 各位如果現在磁力線 這個越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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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要抵抗它 我不要讓磁力線變多 那你想想看這個線圈怎麼動 這個線圈如果往右移進去 磁力線越多 可是你磁力線越多 我要去反抗它 我要去抵抗它 所以簡單這個上不轉路 路轉嘛對不對 如果現在磁力線越越多 那怎麼辦 我線圈就怎麼樣 就往左動 那這個在磁場中的面積變小 那磁通量我至少可以去抵抗它 各位你懂了什麼 如果現在磁力線穿出越來越多 你整個線圈如果往右移的話 那磁力線會變得更多 不行我要抵抗它 所以整個線圈怎麼樣 這個往左移 減少在磁場中的面積去怎麼樣 去抵抗這個磁通量的增加 這有點類似說 現在怎麼樣 這裡我們家呢 假設說是別墅對不對 後面有槽 前面怎麼樣 前面是平地 這後面槽越長越多了 那怎麼辦 那就把房子往外移好了 把房子往外移 那這個暴露在怎麼樣 這個槽裡面 樹林裡面 這個面積就會變小 這樣去抵抗它 好 所以我們如果怎麼樣去比的話 我們也可以判斷出說 這個怎麼樣 這個受力向左對不對 那我們從概念上的話 這個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去判斷 它一定要怎麼樣 離開這個磁場 去抵抗怎麼樣 這個磁場的增加 去抵抗這個磁通量的增加 好 所以第二題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判斷出來 好 它的方向向左 那第三個 那求線圈在T時刻 所受磁力的量值 到底有多少 那我前面講過這一張 算是前面學到了這個統整 所以這裡所受磁力的大小 那簡單說就是要算怎麼樣 就是要算安培力 就是IL cross B 好 所以這第三題 我們就把它怎麼樣 要帶進去 叫ILB ILB I我們在第一題算過 叫2R分之CD平方 現在L是哪一段呢 各位現在L是這一段 這一段 那我們剛剛有比過 這個力怎麼樣 這個力向左 那至於說 這一段跟這一段 為什麼不比 各位這一段跟這一段 其實你自己比比看 這個受力一定會怎麼樣 方向一定會顛倒 上面這一段的話 好電流往右對不對 磁場穿出受力向下 這一段的話 電流往左 磁場穿出受力向上 這兩段對稱一定抵銷 我們只要考慮怎麼樣 只要考慮右邊這一段 那它的長度是低嗎 所以我們把它怎麼樣 把它帶進去 好IL cross B 這個I電流是這樣 長度是低 磁場呢 各位注意它的磁場 是一個變化量 叫做CT 所以它沒有說這個力是定值 各位沒有人說這個力是定值 而且這個力其實會隨時間而改變 好來各位 所以現在磁場叫CT 那現在把ILB帶進去 整理一下 變成2RC平方 D三方 再乘以多少 再乘以T 這就是它所受到的安培力 所以聯合考這一題 計算題一題十分 其實這並不會很難 你再回頭看一下 第一個要算電流 電流怎麼算 那就是按照怎麼樣 按照法拉第定律的這個基本定義 我們先把PHY找出來 好APION叫DPHY除以DT 電流就用電壓除以電阻 那再來呢 它要你比怎麼樣 比方向 方向怎麼樣 這個用右手比一比 這IL cross B可以比出來 最後一題就是要你算這個IL cross B ILB它的大小多少呢 那就把ILB把它帶進去 答案就算出來了 很快 就很標準很標準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現在聯考也沒有說考得非常非常難 但是你基本的觀念到底懂還是不懂 這個在論語裡面講的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深 這個本 在物理的本就是什麼 就是這些基本概念 就這些基本概念 我們前面講到的IL cross B 冷視定律 對不對 這個磁通量的定義 這個磁通量的定義 還有這個怎麼樣 這個電動式的基本定義 其實考這些怎麼樣 考這些基本定義 所以等一下你再講一上 自己練習一次 不會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